謝謝主席 各位同事 協助有需要居民解決住屋問題 是政府房屋政策的主要目的 務求令到居民居有其所安居樂業 因此一切有關公共房屋法例的定定 理所當然就是應以解決住屋問題 這個房拆目的作為基礎 經立法會全體會議通過的經屋法 在2011年開始生效 由於本屋缺乏土地資源 當時在立法會過程中 必須思考的其中一個最重要的問題 就是要令到有限的經屋資源 得到最合理的分配 尤其是應該最先照顧有實際 住屋需要的居民 建基於這個精神 經屋法第16條的內容就是規定了 經屋申請設有收入的上下限制 符合補充法規定定的限額者 方有申請的資格 此舉是為了令有限的資源得到有效落實 到實際有需求的居民之上 同時亦都體現了解決住屋問題的防策目的 政府有關部門近年 鞠躬進水 建成了公屋單位超過一萬九千個 而數量再多總有一個限制 至上假如經屋申請不設上下限制 所有的居民 無論貧者負者都可以購買 這樣一些明明有能力購買私樓的居民 可能受經屋的價格吸引 加入經屋輪候的行列 於是部分的單位細 將流向一些 只有購買意欲而無居住需要的人之上 真正有需要的居民的機會範圍是被分駁了 或者是被延估上樓的時機 如果貧者負者的購買機會均等 有真正需要的人就得不到保障 市民政府如何向他們負責呢 經濟房屋仍失去了它的意義 經屋申請收入設有上下限的條文 是當年經屋法細則性表決 獲得到絕大部分議員贊成而通過的 說明了設立收入限制的理據 是得到普遍的認同 日前在施政方針辯論上 房屋局的官員提供一些近期經屋上樓的數據 除了永齡大廈和湖畔大廈有較高入住率之外 其他經屋入住率都是不足五成 最低甚至只得一成 入住率偏低的情況反映了 有一支購買意欲而無入住逼設性的購買者 已經存在在輪候的隊伍裏面 佔據了其他有實際需求人士的位置 既然如此 現正階段更看不到有取消經屋收入上限的必要 有人質疑 澳門的低收入人士越來越多 只十年多的經濟發展不見成效 事實是否如此呢 統計數字可以證明 現時居於自治物業的居民有八成幾 這個比率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經濟發展的成效 另一方面 截止到2013年的10月 本澳居民的存款額是有四千三百六十多億 比對在2002年的九百七十億 十一年之間我們增加了三倍半 如此狀況之下 澳門低收入人士越來越多 之說又怎能夠成立呢 只不過可能連這些客觀數字都會被一些主觀人士所質疑 但是最奇怪的是 日前 運輸公務範疇的施政辯論上 基屋供應成為最熱門的議題 但對於真正協助貧困戶解決住屋困難的社屋供應問題 反而是少有人提及 部分基層的居民缺乏積蓄 不敢施求有片雅遮頭 他們才是真正有住屋迫切需要的人群 但是議員最關心的是 竟然是有餘來購買樓的人士 實在令人相當費解 希望政府和社會各界都不要忘記 公屋政策根本的目的是解決主横問題 而不是置業的問題 公屋子資源必須首先向弱勢社群投放 因此對社的建設無論在數量的增加或條件上的優化 也是必須在政府考慮的最前列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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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